现在我要介绍的是十字教程法 这个部分的话呢 虽然是在国中的部分就教到了 不过的话 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常用 在我们在算为分 我们在找临界值 都需要学会怎么样叫做 因式分解 那么这个地方是很常用的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二次式啊 要把它分成了两个一次式 是要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它的规则 x平方加上7x加上10 那么我们先把它的要诀 先写在旁边 怎么要诀呢 就是说我们相乘 等于后面 我们相加 等于中间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 适当的两个数字 相乘是后面 相加是中间 来我们来看一看 xx相乘的话呢 是x平方 没问题 现在10我要怎么样分开来 分成了两个数字 相乘是10 相加是7呢 这边的好 两个x的话呢 相乘是x平方 那么我们要想想看哦 10的话呢 可以分解成 几乘几会变10 25得10 那么2加5 刚好是7哦 所以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了一个 十字 这样的十字消乘了以后 可以分解 我们表示上面那个 可以分解成什么呢 x加2 乘上x加5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非常标准的叫做十字交乘法 那么我们再次的去重申一下 相乘是后面的 相加是中间的 一定就可以分解成这样的形式 感谢观看